不可以轻易在别人面前说故事。 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说话总得想想这个话产生什么样的后果。 我听他们从这个天木山回来的一些同学告诉我。 说是有一个人发心想到山上去休息。 打听山上的情况,遇到山下了一个人。 他打听山上的情况,山下的人跟这个齐居寺处得很不好。 所以就是卧异毁谤。 让这个发心去修行的人退了心, 而且到处去宣扬天木山怎么怎么不好。 听说是遭了报应。 这报应报得好快呀。 那么像这些都是真正的事实。 你们同学们,找一个时间把这些故事详详细细说清楚说明白。 我们做路相待,我们不对外流通,内部流通,让大家深警惕之心。 说话要负责任的。 不能因私人的恩怨破坏到场,这个罪过比什么不重。 故人常讲,杀人生命,这个罪过不大。 所谓四十九天,他又投胎来了。 断人慧命,这个罪过大极了。 这个慧命是舍佛的机会。 你把人家学佛的机会给打断了。 这个古堡比什么都重。 唯有文佛法种善根,才能够涌托轮回。 机缘难得了,所以说百千万劫难遭遇。 好不容易他遇到一次的时候,你仍先把他断掉。 你这个罪多重。 这个言语不深重。 有益无益的破坏活生。 破坏活动。 破坏活动。 国报都在阿弼地狱。 阿弥陀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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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呻陀佛。 阿弥陀佛。 阿弥陀佛。